最近全国发生多起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 台东警分局特别邀请辖区内大型卖场 百货业者、学校、金融、移龙业者 还有公共空间管理业者等 在分局礼堂召开座谈会 和各行各业人士针对强化治安来做讨论 希望借此建立联系通报机制网 让民众的生活更安全、更有保障 不论是多么危急的场面 攻坚弃毒、即刻救援 站在最前线的玻璃士大人 总是得在第一时间为民众解决 但预防胜于治疗 要怎么让我们的治安变得更好 除了依靠辛劳的园警们 积极努力的打击步伐 维护社会秩序 预防工作也相当重要 台东警分局近日就特别邀请了 辖区内的大型卖场 百货业者、学校、营楼 还有金融业等 在分局礼堂召开座谈会 和各行各业的人士 针对强化治安做讨论 希望借着事先防治案件发生 以及强化自我保护的能力 并建立起联系通报的机制网络 让商家和民众的生活 变得更加安全、有保障 警方也针对近日来 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 进行分析和说明 让业者们了解案件发生的相似处 都是防范不够周全的地方 希望业者能够针对监视录影系统 照明以及安全警灵等 相关环境安全设备 自我检视 消除治安的死角 一方面威吓心怀不轨的犯罪者 另一方面 监视器录下的影片 也很有可能成为警方破案的关键 加强全面防范 建立网路 为的就是要让台东的民众 享有治安完备的生活环境 记者安切伦台东市报导